这个浮漂这还挂了一个海带 要是没有这个浮漂 它都顺着这个水流走了 这底下是渔网 这个海带也算是渔网逮到的 这边水还挺急的 正好被这个浮漂挂住了 这个海螺都是废的 坐在这里面不漏雨吗 这个系列的特别紧啊 看看能不能给它甩出来啊 我感觉它够像能出来 不怎么好说话 给个面吧你出来一下 我得摔它一下 不怎么听话这个 让它出来拍个视频这么麻烦 来了 这个头不小 哎呦别让它咬我 这种巴达鱼都会变色的 给它这个巴达鱼带了 这个壳还给它放海里 下次还能带住一个巴达鱼 我还能带捡一个 这个骨包是个孟雅罗 我还以为是个巴达鱼 这个孟雅罗握的骨包跟那个巴达鱼差不多 让它挤个水吧 好挤得不错 这巴达鱼有时候喜欢握这样的骨包 这个水环是它刚刚碰出来的 这应该也是一个城隆 这应该也是一个城隆 这个城隆还不小呢 看见它这个洞了吗 哎 它好像在门口啊 在门口给它点盐 再来一点 给它盐以后它进去了 不讲究这个城隆 这不讲究的直接挖吧 它往这来了 这种城隆比较聪明 这沙子比较硬 应该差不多了 在这 我说撒上盐以后 它不能跑得这么快 这个头也还喜欢 我的手比较大 显得撑得有点小 看看它这个洞 盐到什么地方了 已经感受到了 这么深沿到这 这个巴掌鱼躲在这里吓我一跳 露出一个大眼睛 哎 吐沫了 这个巴掌鱼还想跑呢 哎呀 是还要有水刺我 这种巴掌鱼咬人特别厉害 这头上都带头型的 这个真大 这个巴掌鱼脑子里面怎么这么多水啊 一直往外喷 这个头不小 吓我一跳 差点踩到它 就见好多人过来捡这个菜 回家包包子 这一串得包多少包子 这也能吃 这些太阳没晒坏的 都能带回家包个包子 回头捡一点吧 这个得两个手弄 这个猫眼罗看样是刚刚爬上来 哇 这个肉好肥啊 还在努力的往沙里面钻了 要缩了这个 这个不行 这个展示的不合格 缩的太快了 这个潮水离它比较近啊 它还没有被太阳曝晒过 所以说它缩的比较快 它是经过暴晒的话 它缩的就特别的慢